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伯利维亚的音乐大师卡沃尔 被誉为世界第一的恰朗歌琴演奏家 对音乐有无比热情的他 靠着自学成为专业音乐家 曾经发明多种独特乐器 伯利维亚乐器博物馆 最近将大师的作品集结展出 庆祝这位国宝级人物的78岁生日 一会儿吹 一会儿弹 像是两个人在合奏 或是轻轻拨弄自己发明的 像个小木盒的阿比诺拉 美妙的乐音自然流泄 不论什么乐器都难不倒 伯利维亚音乐大师爱内斯托卡沃尔 高龄78岁的卡沃尔发明了许多乐器 为了庆祝大师生日 拉巴斯的伯利维亚乐器博物馆 特地展出这些独特的音乐发明 卡沃尔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恰朗歌琴演奏家 曾是1960年代玻利维亚著名民间乐队的议员 巡演足迹遍及欧洲苏联和拉丁美洲 卡沃尔少年时期为了克服害羞 学习舞蹈进而接触音乐 并对音乐和恰朗歌琴产生热情 之后靠着自学摸索成为一代宗师 卡沃尔独特的演奏风格和深厚的音乐底蕴 让他在玻利维亚音乐界独树一格 征服无数人的耳朵 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一年时间 奥运会吉祥物的机器人版本也公开亮相 明年夏天迎接参加东京奥运会运动员的 将是这些机器人吉祥物 丰田公司开发的机器人不仅可以走路 还可以边握手一边说话 在运动场上运送标枪和铁柄的也不会是真人 而是自动驾驶车 这种车配有三个摄影镜头和一个传感器 可以避开障碍物 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 而且永远不会累也不怕酷暑 除此之外还会有车辆运载运动员 工作人员观众和游客 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联系人科兹 对各方面进程表示满意 他说至今只有三个场馆 尚未完成但都按计划处于收尾中 上个月的门票销售也出奇顺利 日本国内外二十多万人申请做奥运会志愿者 日本国内赞助超过三十亿美元 为历届奥运会最高 此次奥运会成本预计为一百二十六亿美元 高出最初预估的七十亿美元 此外东京夏季高温也可能成为问题 二零一八年七月创纪录的热浪 在东京造成至少十几人死亡 科兹提到届时会给运动员提供空调休息室 观众也可以自己带水进场 为了唤醒人们重视海洋的塑胶污染问题 东京新闻今年五月的时候 刊登了一篇头版新闻 这篇头版新闻很特别 整个报纸版面都是沙雕艺术家 宝坂军艳与民众在海滩上雕琢而成的 在千叶线的海滩上呈现这幅长五十公尺 宽三十五公尺的巨大作品 是沙雕艺术家宝坂军艳与当地军民和学生 花费了十一天的时间在海滩上 雕出报纸上的一切内容 包括标题 照片和内文 希望能为不会说话的海洋生物发生 这篇题为漂浮着塑胶的大海的报导指出 现在有很多海洋生物被夺走生命 每年有八百万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制造的塑胶被丢弃在河川和海洋等地 而且仍然像垃圾般漂浮着 由于物食塑胶垃圾或被它缠住 大约有七百种动物受伤或死亡 例如海龟 海鸟 海豹 鱼类等 这篇报导还写道 日本人每人平均垃圾量是世界第二多 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反制措施 海中的垃圾量将会超过鱼类 为了改善这个问题 日本国民必须正视海洋正在发生什么事 报导最后说 大家都需要思考一下 我们因为以经济成长为优先事项 日常生活的便利等原因一直忽略了什么事 希望世人能重视海洋生态的重要 法国动物园在上个月将园内的大猩猩 运送到中非的家棚保护区进行野放 让大猩猩能在自然栖息地中生活 重回大自然 目前大猩猩在巴泰凯高原国家公园的一个岛屿里 他们将与其他的大猩猩互动联系 当闸门的开口打开 大猩猩直奔草地 跑了几步之后还回头看看大家 似乎还有一点依依不舍 他是法国动物园的两只雌性大猩猩的其中一只 6月25日被释放到家棚自然栖息地 开始野外新生活 12岁的马永比和9岁的Quimba 在法国伯瓦勒动物园出生长大 原方希望能让动物回归大自然 历经两年的时间 得到家棚总统阿里邦哥翁丁巴的支持 开始了野放计划 在这漫长的运送途中 有看护人员全程陪同 先搭总统专机到达家棚保护区 接着一群人 小心翼翼地将运送箱子搬上小船上过河 全程虽然辛苦 但是看到大猩猩能回到栖息地 也替他感到开心 目前大猩猩在巴泰凯高原国家公园里的 一个岛屿生活 他们将与其他的大猩猩互动联系 英国亚斯皮诺基金会承诺 将建造一座桥梁 来连接到更广阔的保护区 美国漫威大片《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 全球票房收入27.9亿美元 超过阿凡达 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 极漫威十年大成的超级英雄大片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于今年4月上映 在短短13周内 全球票房收入就超过了27.9亿美元 超过了阿凡达保持十年的记录 登上票房第一的宝座 如果忽略通货膨胀不计 那么全球票房排名如下 第一名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二十七点九亿美元 第二名是阿凡达 二十七亿八千九百万美元 第三名是二十二年前上映的《铁达尼号》 二十一亿八千七百万美元 第四名是《星际大战》 《原力觉醒》 二十亿六千八百万美元 第五名是《复仇者联盟3》 《无限之战》 二十亿四千八百万美元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总长度为三个小时零两分 是漫威有史以来最长的电影 但内容丰富紧凑 几乎每十分钟就有关键剧情发生 绝无冷场 影评人赞扬 这部电影是十年来放映的 二十二部相关电影中的巅峰之作 无论是演员的演技 导演的手法 还是配乐 视觉效果 以及感情表现 这部电影都获得广泛赞誉 电影系列《漫威宇宙》 从2008年推出第一部《钢铁人》开始 绿巨人 雷神 美国队长 星际艺工队 蚁人 奇艺博士 黑豹 旌旗队长等守护世界的超级英雄 接连登场 并一同经历了一次次宇宙大战 漫威电影十年来在全球创下了 超过183亿美元的票房 在全球系列电影中票房排行第一 当人们在足球场专注的观赏比赛的时候 如果有其他观众挡住视线或起哄 那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而在中欧国家斯洛伐克 竟然有个足球场有铁轨穿远 火车可能在比赛的时候 从看台前方通过 位于切尔尼巴洛格市的这个足球场 唯一一个足球俱乐部所有 而这段通过足球场的宅轨铁路 兴建于20世纪初期 一开始被用来在切尔尼巴洛格 和赫罗内茨之间运送木材 后来扩展到从森林运送木材 到了20世纪中叶 这条总长132公里的铁路 成为捷克与斯洛伐克 最大的林业铁路网路 当初这段铁路并未经过足球场 而现今的足球场 是在村庄发展之后建造的 在1982年 这条铁路停止营运 但十年后为了观光 才又开始重新营运 每当火车缓缓行进 这个足球场的两个小型看台前方时 它的引擎声 鸣笛声 和白色蒸汽 往往会让观众甚至球员分心 而这时候也通常是拍照的最佳时机 现在正是独角仙繁殖季节 桃园如竹 阳酬步道 及休闲农业区里的农场 今年因为雨量丰沛 土壤肥沃 独角仙体型特别硕大 带您一起去看看 小朋友兴奋地围着光蜡树寻找独角仙 供独角仙会赢得传宗接待的机会 或是上演有趣的打斗 用鸡脚翘到对方腹部下面 然后高高举起将对方抛飞 他们做的每个动作都让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 这些独角仙 很多很多 很像现在的那种独角仙的盛产季 在一群志工的努力下 奥远如竹的阳酬步道 装了独角仙的家 举办生态导览 推广生态保育观念 吸引不少游客造宝 今年的数量预达 差不多在六百只左右 那今年的数量比去年还多很多 那今年我们为了保育甲虫 我们特意请了寻手志工 来日夜的寻手跟夜间 我们还要请警卫来负负甲虫 我们希望大家来看甲虫 但是要爱护它们 不要把它们抓走 这里的休闲农场场主退休后 开始规划田园生活 以生态工法种植花木 今年下来生态非常丰富 宛如林间自然教室 明年端午节前后 就会出现许多独角仙 今年是从午夜底 就从土壤里面冒出来 因为今年的雨量比较多 土比较松软 早了一个礼拜就出来了 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长得都比较大 因为可能是土壤比较肥沃 扶植土吃的比较多 出来就很大只 独角仙记最盛奇 民众可把握时间 一同接近大自然 体验大自然生命的奥妙 大千世界 便宜全家人 一起长知识 何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